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呼伦贝尔 中国最北部的温带草原 这里的严寒冬季始于每年的十月 持续长达半年之久 宝迪扎布半个世纪的木马生涯 今年面临着最严酷的寒冬 世代游牧于呼伦贝尔草原的巴尔虎蒙古人 正在渐渐适应着他们的定居生活 对于木马人宝迪扎布来说 定居意味着即将远离他 往日的驰骋天地和辽阔木长 刚刚救出的枣红马 或许补充些积养就可以恢复体能 但是随着血栽的日益加重 需要救出的马也在不断增加 宝迪扎布三天前飞进周折 从雪坑中救出来的这匹黑种马 当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这匹黑种马是宝迪扎布用两匹好马 从别人家换来的 有了好的种马 才能保证养出好马和快马 多年来 宝迪扎布家的马 一直名养于各类散事 靠的就是木马人 使马的眼光和养马的耐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中国在牧区实行了草处熟化 双承包政策 昔日万马奔腾的辽阔草原 被纵横交错的铁丝网 分割成无数个小天地 木马人宝迪扎布 纵马云游的生活 也被定格在那个时代 如今 宝迪扎布只能在各家的草场间和公路两边的狭小空地里 为自家的马群找到了一些临时的栖息之地 定居生活和由此而来的狭小操场 显然已经承载不下蒙古马的游牧半径和暴地扎布的心灵空间 死是新� sprink的 生死施不上检了 diferente人说 开了小河根 你在其中承沙古市 所不住的 有多小河根 不ain 他们做起来 吗 需要 和 同样 百分之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的喂养 从雪坑中救出的小枣红马 虽然恢复了一些体力 但是整个马群面临的是 饥寒交迫的生死难关 慢慢冬季 牧草被厚厚的积雪所掩盖 马群的觅食活动变得异常艰难 饥饿驱使它们不停地抛雪 体能因此而很快消耗殆尽 饥地扎布需要带回家去 据喂养的马还在不断增多 这些人都不停地抛雪 去吧 放下 放下 啊 啊 啊 年过六旬的宝迪扎布 马背上虽然风采依旧 但是身子骨显然不如当年 他的腰扭伤了 心伤旧患所困扰的宝迪扎布 却没有心思去修身养伤 随着血灾的日益加重 无法野外生存的牲畜 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宝迪扎布储存的四草料 也所剩无几 尽管这时候草料的价格翻了几倍 他不得不求助于草料商 送货到家 一介燃眉之机 我们要尽管了 耳朵里面的船 那是一旦的 我们要尽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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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伤还没有完全恢复 宝地扎布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马背上 他常说套马杆是他最好的拐杖 在野外越来越瘦弱的这群马无法吃饱肚子 宝地扎布每天都要给他们单独送一次草料 并且总是冒着严寒 看着这些马吃完最后一根草料才回家 到处理的脚 事件都应该做 土台 梁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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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冬腊月里提前出生的牛犊 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新鲜的牛奶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通常牧人们喜欢把牛 马 羊和骆驼放在一起续养 紧要关头牛奶是其他生畜的救命稻草 反过来牛和羊有时候也吃马和骆驼的干粪 来度过难关 想吃回家也要用 但是想吃回家也要变咔的 但是咸咔的吃点 就行了 根本就是西大便 跟我们一起去 里面啷蒻 空灵 经过细心照料 黑种马终于从死亡线上 被拉了回来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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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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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宝迪扎部家以南六十公里处就是大兴安岭北路的丘陵草原 宝迪扎部决定把马群赶到那里寻找操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每次赶马穿过深山密林让宝迪扎部担心的不是野兽的袭击而是常常碰到的铁套子 这些套子或许是偷猎者所为 也可能是为了阻止牲畜进树林 每次经过树林时 宝迪扎部都要仔细探路 清理这些套子 林场的护林员都认识这位常年赶着马群从这里经过的老马官 他们总是担心马群很可能给树林造成损害 他在源自苏来杀部有用 她在X都里祖来说 他在X都里祖来说得竟强你 在说一盟都压着马群有用的 他们选择在马群中而识者上 很多统匆 一个人的语牲 他们在卷备 WHO 都在生为2个人的忍и 如果有每一个人的人的忍и 有了护林园的护送 保地大部不再担心什么铁套之类的陷阱了 大兴安岭以北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是中国驰名的巴尔虎蒙古马的发响地 建国初期 这里出现过拥有一万匹马的墓户 也发生过包括保地扎部父辈在内的众多牧民 用上千匹骏马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 直到本世纪初 这里还曾是保地扎部家最理想的过冬指定 如今 这里变成了大型机械化农场 只有在庄稼拨种前和收割后 才允许出群 进入和经过 蒙古马 曾经是巴尔虎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他决定着游牧生活的节奏和空间 如今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正在改变着马的作用和地位 保地扎部所在嘎查的马的数量 由原来的几千匹 一下子降到了现在的不足一千匹 有半数以上的幕户门前 已经没有了马的身影 现在的麦田是曾经的操场 遍地枯朽的麦茶 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马群在这里已经密布到什么可吃的东西了 就是现在是避免期间的 在茫茫雪原 散落在草原上的木户 是木马人的温馨一战 这一天 宝地扎布要借宿在这个牧羊人家里 是木马人的牧羊人家里 今年我们在做中国四月后 我和我女的家长有什么想法 是的 我看过去 脱离一样的 就是没有什么 乐意给这位执着的老马官 提供食宿的布置这一家园 保迪扎布在放马途中 也经常帮人找到丢失的马群 和其他牲畜 这里是个牲畜的 是的 因为完全不 мет鸡 让他们持续 和牲畜的 坐钘 是 你写? 写多产? 我写在这里 有写睡醒了 为什么要跟着我一起的 我心里的会是 我没想到 要在我吗? 我说如果我和着你 现在哪有我 没想到 我现在的好 我一直想到 很棒 当宝迪扎布跟随他的马群独自奔波的时候 家人也朝着南部山区的老家搬了过去 尽管跟着马群随意游牧的生活走到了尽头 妻子总是游走在老家和新家之间 想尽办法尽量靠拢日夜辛苦的丈夫 让其尽可能地享受家的温暖 宝迪扎布一家祖祖辈辈游牧的地方 从明年开始就要完全寂寞 这将是他们在老家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 这年冬天最大的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 宝迪扎布要赶在暴风雪之前 将马群赶到能够躲避风雪的地方 这些暴风雪的地方 这些暴风雪会开 每年都有一些马群 躲不过特大暴风雪 成群成群的饿死 或冻死在血液中 宝迪扎布现在所能做的 只有默默地祈祷和等待 穿过来 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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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飞 飞 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年冬天暴风雪夺走了保迪诈不加五十多匹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的葬礼是对其灵魂的召唤 也是对马军的祝福 更是对生命的力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年春天保迪诈部的马军里新添了二十六匹马军 也是在这年夏天保迪诈部举办了第一届巴尔湖蒙古马文化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